好 一起來關心天氣了 我們要特別提醒大家 今天天氣狀況還是比較不穩定 主要來說是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中南部地區這個天氣狀況 還是同樣會有降雨的 要特別流星 那麼另外一方面 沒有下雨的地方 就會感覺比較熱一些 來看到高溫景訊了 現象群特別針對了 花蓮台東發布了橙色燈號 今天台北市也比較熱 所以我們要提醒大家 外出的時候要多補充水分 讓我們來看囉 哈囉 我是莊宇杰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